提应报价表单 他是31岁的Kevin 是B2B企业对企业的跨国货运业务 因为业务性质好坏坑业绩 奖金不固定又想增加业外收入 但不敢跟着股票市场大起大落 选择基金投资 股票都没有那么熟 然后又觉得说工作比较忙 没有时间可以时时刻刻的 一直在盯着那个股票的草盘 现在我已经投了大概一年多 那我有4.64%的投资报酬率 所以其实数字会说话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想要做定期定额的一个原因 从2020年定期定额到现在 报酬率超过4%还算满意 在台湾很多人跟Kevin一样 属于保守族 买基金又或者更安全的 活存跟定存 金管会在11月30日公布 台湾国营10月底存款余额 达到47.65兆元 单月增加近3547亿元 其中一大部分 就是民众不愿投资 宁愿把钱放在银行 赚微薄利息 身边有朋友他们有做定存 因为他身上大概有300万400万 但是他其实不想要去 去做其他的移动 他觉得说我每个月就是固定 有一点点小利息可以顶就够了 那我觉得这种人其实所在多有 但是民众你也可以考虑 就是说这笔钱如果只放在定存 只有0.8 也就是说民众如果存100万在银行 你之后可以拿到的 一年就是只有8150元的利息 面对通膨压力跟物价非常 大家都觉得钱应该好好的运用一下 不过如果你是保守族的话 恐怕会把经历股市的大起大落 就会想到可以把钱放在定存里 只是定存这么多种钱 再怎么放会比较好呢 最基本的台币定存利率 三个月落在0.4% 一年其落在0.8%上下 但这些都是机动利率 如果固定利率会再更低一些 如果投报想再高一点 很多人会逐利而居 看哪个银行的定存利率高 就往哪里跑 但高额定存通常都有限制 它一定第一个会是要求新资金 第二个它会有期间 那我先举一个 现在大家最夯的所谓的美元定存 只是我们看起来总金额高 可是事实上反而因为会 你知道吗 美金如果我做银行之间的调度 很可能会产生转换的损失 就是转动的损失 会有一些班结汇的这些费用 有外币高利定存 喊到超高年利率10% 这时得注意区间 因为它只能存一个月 而且上限是一万美金 代表你只能拿到10%除以12个月 等于0.83%的总月利息 换句话说 一个月后你能赚到83美金的利息 大概是两三千元台币 但扣除中间汇率手续费 跟汇损后几乎没剩多少 除非这家银行本来就是你的 惯用银行 才会有最大效益 个人认为近30年来 现在的美金汇率是相对的低 是值得如果很保守的族群 他愿意做一点 积极理财的一个参考值 那当然再更保守 就是所谓的银行定存 那银行的存款 那我个人认为 他如果要优于银行存款 那他可以选择的中介 大概就是所谓的保险 或者是债券了 我个人觉得 比如说你买ETF 它的风险是相对低的 因为买股票 你可能会起起落落差很大 但是ETF的话 就是所谓的大盘平均报酬 但不保证说一定不会赔钱 但是就是起起伏伏 但是平均而言 可能是7% 专家建议民众可以闲置资金多寡 进行台外币活存跟定存配置 进可攻退可守 进行理财决策时 除了单纯比较利率 还得留意各家银行的优惠限制 既其条件 是否有数位账户的优惠 做好功课 就不怕通膨怪兽 让自己的钱越存越薄 TVBS新闻成绩 孟卫婷 台北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